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水煮荷包蛋的三个小方法 保证个个盐润不散花 跟着视频来学一学吧 鸡蛋煮之前我们用开水泡一下 这样打蛋的时候不容易散 锅中水烧至茂密集小泡泡的时候转醉小火 保持半开的状态就可以啦 再加一勺食盐搅拌均匀 加盐可以让鸡蛋不散花不粘锅 拿一个鸡蛋在锅边磕破 单手握着鸡蛋 大拇指和中指用力将鸡蛋推开 这样打出来的鸡蛋完整漂亮 适合做大批量的鸡蛋做出来快速又好看 鸡蛋下锅后不要着急翻动 待定型后再慢慢的推动 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鸡蛋的老嫩口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第二个方法也是水微开加入食盐 准备一个大勺子抹上一层食用油 单手把鸡蛋打入勺子中 把勺子放进水面上 注意水不要没过勺子 待鸡蛋定型再将勺子放入锅中 小火煮至全部定型 定型后鸡蛋会慢慢脱离出来 再盖上盖子煮两分钟 第三个方法 勺中咬半勺的清水 再单手打入鸡蛋 跟第二个方法一样 在水面上煮至鸡蛋定型 再没过水中 按照以上的方法把鸡蛋煮熟 可以看到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也润不散花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用第一种方法煮荷包蛋呢 效率比较快 但是形状呢没那么好看 第二第三种方法 煮荷包蛋 比较圆润漂亮 但是效率比较低 朋友们喜欢哪一种方法呢 赶快动手试一试吧